我妈妈晚年也是这样的 她就是说长期卧床 那我也请了去看她 就像你说她 就很好 哎呦都有大便啊什么 你去问她都有 但是有一天我妈妈就忽然间快不行了 那个口上满头大汗啊 那医生也看不出了 那时候我住在博泰 后来有一天 就是好像母女年薪嘛 我就觉得妈妈好像一直要大便了 然后我就跟那个故事要个手套 我就一扣妈妈的大麻 扣住这样一盆 像石头一样了 那好老妈妈 后来就有气又回来了 又拖了很久就是了 就是很辛苦了 什么叫做扣大便怎么扣啊 因为我昨天 就是戴着手套 戴着手套 就扣戴着手套啊 就打她的屁股嘛 就去掏啊 你掏得刚闷了 好样一队塞住了 就一掏一掏 都这么大一颗一颗吧 哇我就掏出一盆 好老妈妈 哇一掏出呢 然后她就把气都上来了 哎 后来就拖了一阵 又拖了好几年 就是 就那一阵 如果没有他就走了 又没有扣大便就知道 憋死了 你常常有人说会憋死 真的会憋死 她出不来啊 她出不来就满身大汗 然后很痛苦的样子 我知道 然后我就看到我妈妈晚年来 我就想想自己 千万不要这样子 我就跟她两个自求多 所以每天两个就是运动啊 讲什么孩子 好孩子都在住在附近嘛 说目前还没有这些问题啦 然后你说的 我女儿一直叫我去坐上电梯的房子 她身体很好 她每天爬楼梯 上方向下 她不觉得累 我就会累 我是觉得 如果脚没有说 有软的现象 如果你脚会软 她就是要运动 脚会软的话 那就不行了 你就是想 她想要走 你不要让 你不要 你不要逞强 不是 你一发现你脚会软 或者说你上下楼梯 一定要扶着楼梯走 所以你软的时候 你可以抓住 不会掉下来 这是很重要的 那我觉得如果说还没有 没有那个症状之前 游走楼梯 多一种运动 对啊 就是这样想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想 就是说还好了 目前一切好 就是一旦发生什么意外 这也很难 哎 可能同类了 两个同类 那梅波波 你是88岁吗 我记得你88 我记得是84岁 84 哦这样 怪不得 我觉得你看起来 不像88岁 哈哈哈哈 她精神还OK了 那伯母是几岁啊 我今年叫 七岁75了 哦也是很年轻 叫74岁了 小女儿 那小女儿几岁 40多 我60了 你60了 对 60了 快啊 你哥哥现在住哪里啊 你住住我爸妈妈房子吗 我爷住那里啊 对 他们住美国 哦 他住美国 对对对 那你三个 每个人都肯定了